什么意思 那老贼不死我心里不痛快 不过 也好吧 二少奶奶 炸的是咱家二少爷 你不是说铁山的车炸了吗 他们说 是二少爷发现的炸弹 他奋不顾身地去救人 就弄伤了自己 为什么他救了铁山 没有伤到骨骼和内脏 已经做了处理 二文大人 我去照看一下病人 冲家 那炸弹是假的 照大人的吩咐 威力加重一些 就是想要习更足一些 自然是假的 若是真的 他还会有命吗 阿四年轻力壮 炸弹却好远还伤成这样 要是我的孩子们 会怎么样 大人 这纯属是个意外 冲家也实在没有料到 幸好 幸好 幸好哈死大人大义 没看错人 大人所言即使 若不是他奋不顾身 早已酿成大火 冲家就算粉身碎骨 也难以弥补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怎么知道 有炸弹呢 先下去吧 是 别歇气 这次我们没失败 我也没伤着 可炸弹炸了 再乱到那儿 你还是一条好汉 清醒多半如大人所料 他们信你 我也不疑你 以后在广州那头 有你一人掌控 记住 三日之内 让他们起义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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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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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 小白 把你的吩咐都准备好了 该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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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光 你醒了 我没死吧 你没事 这里是医院 你受了一点伤 很快就会好的 我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小心小初了 你不用了 不用担心 他们都很好 别动 小心伤口 你去开门 他怎么样 剑锋 别动别动别动 来来来 小初小心跪下 你 这就是你们的救命恩人 给恩人磕刀 罢了罢了 都是一家人 姐姐 快扶起来 来 快起来老孩子们 炸弹是冲着我来的 你救了我一命 当手我一败 来 姐夫 使不得 来 你们姐弟情深 本不在话下 如今念词是我的女人 你救了我的女人 我替她闲 请再受天谋一拜 哎 你手里休了 早点回去吧 这里有我 带孩子们出去 我有几句话和重光说 来 跟舅舅道别 舅舅再见 再见 再见 重光 那你先歇着 回头我再来看你 好 姐夫 坐着说话 你怎么知道车里有炸弹 啊 我听见的 这一点火 有引信声 那声音何其微弱 附近的人都没听见 你离得远 倒听见了 好歹我是军火制造厂总办 那声音我熟 关键是那声音太吓人 那 其实我也拿不准 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我姐姐和外甥的命就在那儿呢 没功夫多想 就算听错了 助理洋想 我再给姐姐和两位外甥 陪不是就是了吗 到底是谁放的炸弹 除了乱当 还能有谁 乱当没几天蹦的了 你我生死于共 你情通手足 以后 你就是我的左宝右臂 姐夫 你真信任我 你如此对我 我在意你 天主地面 姐夫刚才说 乱当没几天了 是怎么回事 近日之内 他们必要起义 剿密乱当 当在此意 秦少白狡猾得很 剑锋不对就躲 剑锋 你怎么知道他们一定会起义 他们会的 太好了 剿密这番乱当 我就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你 到时候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你去办 什 什么产事 你先养伤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昨晚一夜没回来 那是因为 有刺客 行刺铁大人 我听说了 崇光还受了伤 幸亏崇光 机灵 那炸弹 可真厉害 要不然怎么消炸弹 还好 崇光的伤没什么大碍 我还有事 最近城里不怎么太平 认识就别出去了 大少爷 秦少白给您的信 二少奶奶有什么动静吗 没什么动静 来 来 来 淑云 重甲 我该称呼你什么呢 淑云 还是二少奶奶 还是二少奶奶 什么意思 如果你还是以前那个欧书云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你若是李府的二少奶奶 还和那个拉扯的一条心 那从昨天开始 那从昨天开始 我不得不把你当作敌人 有话你就直说吧 知道昨天的炸弹是谁放的吗 他坏了我的大事 为小铁贼小众 他连命都不要了 真是一条好狗 淑云 你醒醒吧 你和少白看错人了 那我怎么办啊 放心吧 有我呢 一颗炸弹 海内外震动了 实乃大义大勇之举 这可看功亏一篑 没能要了那个铁贼的老命 今天我们要议一下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重家 胡汉民同志 非常重视你的建议 你先说说吧 我建议抓紧一切时间 迅速起义 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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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爷出院回来了 她这会儿去老爷那儿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人算不如天算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彻底赢得了铁山的信任 也算是意外的收获 可李兄家 又成了革命党的香波波 她又会马上煽动起义 秦少白没那么好骗 应该还有时间 有什么好办法 这种剧面 难 来 过来 应该是因为 快去 unpredict 快去 住啊 走 哥 Therefore 不让我 hence 你不再这样子玩命了 去见书云吧 躲过初一 躲不了十五 没想到 阿淳那么胆大 还真把炸药给偷出来了 换了炸药 又返回原处 后面 就是李重甲的事了 只等炸弹一响就 解刀杀人对吗 换到 连接待换 高明啊 可 可 可后来 后来的事我替你说 眼看就要成功了 可是铁山下车了 可偏他两个孩子淘气 上了车打着了火 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 你都听说了 铁山该死 可他两个孩子是无辜的对吧 还有念慈姐姐的 他当时也在车边 念慈姐姐自然更应该救了 所以你就随机应变挺身而出 不但救了无辜妇孺 还挫败了李重甲精心设计的苦肉计 挽救了革命 成了铁山的大恩人绝对心腹 你大概接下来就要告诉我 你马上就要拿到李重甲 是铁山卧底的证据了 对不对 你不信 这套话哪有毛病 这没毛病 都是事实啊 那为什么不信呢 你真信啊 我都信了 你还不信 你没忘了我的话吧 哪 哪句 如果你敢骗我 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没骗你啊 还不是爹 你出的馊主意 非要我去当这个卧底 非要我去当这个卧底 还不是你们放着正经日子不过 非要闹革命 爹 书云他说 他说要杀我 连虫子都怕 还杀人 行了 男子汉大丈夫 你自己的仓服 任准的事 就塌下心干 受点老婆的委屈就怂了 没抽行 眼下当务之急 是好好琢磨琢磨 怎么做好这个卧底 替革命党办成大事 书云自然会对你眉开言笑 好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铁山这边是稳住了 比革命党的联系却断了 他们这会儿 一定恨不得把我给生吃了 秦少白的心胸见识 非庸人能比 能跟他联络上 事情就好办 难哪 难哪 这事还得靠书云 我去跟他好好说 站住 还在气头上 说什么都没用 那怎么办 来 臣住气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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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来 来 助手 桃花 快出来扶二少爷 二少爷喝多了 苏芸 二少爷喝多了 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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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少奶奶 没事 我没事 你先出去 二少爷 我先出去了 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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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不信我 可是我真没骗你 我说的句句是实啊 我冤枉啊 你不理我 我这一天到晚 心口像猫抓似的难受 这样好不好 你帮我约少白先生 我们把话说清楚 当面罗对面骨 我和李重甲究竟谁是人 谁是鬼 让他来断好不好 他需要你帮他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 让你带他去见少白 书云 我求求你 信不过我 难道你信不过少白 书云 事到如今你还没有意识到 他有多阴险狡诈吧 在铁山还没有做好 镇压起义的准备之前 阿四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水搅回 目的是 让少白不信任我 可一旦起义的时间被推迟 但是 铁山准备就绪 后果不堪设想 书云 你真的想见少白 不怕他杀你 我宁可死在他手里 我也不想背这个黑锅 好 我成全你 你真敢 你连我也不信吗 你身酒气 快去换身衣服 我给你冲杯茶 好 好 少爷 你真好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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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渴死我了 渴死我了 吓着你了啊 口渴了 着急喝水 对了 这件事情 只能告诉秦少白一个人 于建伟那些人 一根筋的跟他们闹不清楚 切记啊 少白不会不见我吧 应该不会 还有 千万不能让李仲甲知道 书云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这些日子太憋屈了 别喝 书云 怎么了 我 为什么不能喝 书云 不能喝就是不能喝 你 你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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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 您 您 楤 爹 书云走了 怎么不拦住 拦不住 你打不由爹 随打去 那怎么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 你先出去 我敬一敬你 我先出去 你先出去 我先出去 你吃东西 我来 我去书 我去书 来 江上风大 小心照亮 来 你怎么回事啊 你什么打算 跟你去革命 行也得行 不行也得行 反正我再也不会离家了 你爹呢 还在离家 那是 别再提他 大人 胡汉民 秦少白等狡诈得很 又想吃肉 又怕烫随 是 看来光靠打草惊蛇是不够的 得给他们来盆菜 上菜 不如割肉 大人 这新军的第三镖第一营 就是一块好肉 铁钢 卑职在 传我命令 新军第三镖第一营 提前复员 就地遣散 有抗令不遵 滞留铸地 私藏武器证 无论官兵 就地正发 是 大人高明 有抗令不遵 尝尝先生 请 我小机 好 手把先 这边 好 小心点 好 慢点 小心点 慢点 慢点 来 来 冲假同志说 铁神早就怀疑这支新军有问题 这次突然袭击 是想收紧套子 这可是镇压革命的重要步骤啊 不知道啊 他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损招啊 再也不去世 少白啊 恐怕我们的起义力量 会大打折扣啊 事已至此 不能再犹豫了 你们先回去吧 让我再好好想想 大人 还是被动静 行 沉得住气 一重假看 他们估计扛不了多久了 夜长梦多 不能让他们慢慢琢磨 再添一把柴火 昨夜巡查四门 铁钢兼着至关重要的南门守备 居然善离职守 被我撤了他的职 还打了五十大便 钢丰兄一向剑职剑 怎么会 因为南门守备 要换成你了 这是南门 南门外 一共有三支队伍 一个巡防营 和新军两个营 一营新军是我们的 巡防营管带是我 这个南门的守备 如今也是我 只要城内 起义已爆发 我可以立刻打开城门 放巡防营和起义新军进城 并且随时关闭城门 阻止铁山党 及他处清军增援 这样的话 城内 就只剩下总督抚卫队 和铁山的一个亲兵队 总督抚卫队 不堪一击 铁山的亲兵队 不足两千人 关门打狗 不在话下 同志们 这次起义 我们赢定了 是啊 赢定了 赢定了 小白 你怎么看 天是地利人和 重重因缘俱足 的确是千载南方的好机会 崇家同志的方案也无险可及 好 我们现在 就直等上级的最后决定了 对 对 对 好 赢白先生 武汉民先生回电了 上级认为 这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绝不可错过 希望我们尽快定下起义时间 好啊 好啊 机会来了 事报机会了 现在所有关系全靠刘崇家 对 对 这个机会 好啊 万一 万一他像阿斯所说得那么坏 稍白 好啊 姐夫 姐夫连夜让我来一定有大事 乱党将于后日起义 消息可准 姐夫可有好法子应对 万事俱备 只等他们来入套 好 我能替姐夫出点什么力 你只要管好一件事 办好此事 你就是投工 姐夫请讲 好 现在就动身 去制造局 准备好足够的枪支弹药 随时听我调配 是 能不能毕秦宫御医 彻底剿灭广东乱党 全都靠你了 姐夫请放心 爹 快想想办法呀 这盘棋 不好下了 不是我无能 实在是天山和李冲家 太狡猾了 你去哪儿 不知道 找秦小白 找革命党 告诉他们不能起义 哪里找 叫不着 我就在大街上让让 你这叫送死 死就死 豁出去 也不能让李冲家和天山得逞 胡闹 给我站住 冲光 阿四 我们爷儿俩 朝夕相处那么久 我早就拿你当亲儿子看待 书云我管不了 眼下生死难料 我不能再让你败大一条命 你对革命党已经是仁至义尽 成败自有天地 人不能和命对着干 人不能和命对着干 你不为自己 不为我 难道 你也不为阿淳姑娘着想吗 她还指望着你呢 对 来 她是个愉快的 她是个愉快的 她不是的 她是个愉快的 怎么反对 母亲就和你秘密的 我们以后 我这样做连根 她要求你 你怎么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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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你这差事看似简单 关系巨大 尤其要随即应变 明白 尹豪千万要记住 切记 不要无事 请李总盖放心 快 Din 看这假扇是哪 这你的 哇 这 好嘞 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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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很烤 检查一些像是子弹 打过去 给我两款子弹 好嘞 我这没问题 一百二十名赶死队队员 化妆成兵客 到这里领取弹药和武器 晚上摆流水席唱大戏 掩护我们的准备工作 后天一载从这里出发 攻打总督府 那冲甲同志呢 冲甲在南门起义一打响 他就会放所有的巡防营 和新兵的弟兄们跟我们会合 按约定所有的兄弟们 都要避产白金 以区分敌我 好 太好了 上班 是这样 巫小新 他不会借场吧 他这个新娘子 可不能露馅啊 人人都以为是一场假戏啊 只怕有的人 他要真做 别不让乱家